记者蔡宗建屏东报道,车程景观桥上的光雕灯损坏问题从去年初通车后问题不断,9月份进行测试后,灯管人持续损坏不亮,让不少牧民前往的摄影爱好者相当失望。 一件鼠南区工程处强调,将持续要求厂商改善,不会验收耐用度堪率的灯具。 测试的器材景观灯曾吸引不少摄影爱好者趋劲,但灯具良好三坏的三流品质,当地摄影师老许等人痛批横川半岛公共建设仿佛无政府,该亮的不亮,该盖的不盖,难怪人口不断外流,连观光客都不想来。 面临接管灯具压力的车城乡公所,秘书张雪平指出,景观桥上的灯具从通车至今不曾持续全量,灯具还都是需要进口的特制品,每支灯管要价超过3000元。 相公所如果接手管理,光更换灯具就会拖款财政,不更换会被骂到臭头,希望银剑鼠独刀厂商,更换适合横川半岛天后的耐用灯具,再点交给相公所管理。 一件鼠南区工程处表示,经过近两个月测试,确实有部分灯具损坏不亮,或是因为角度看不到灯光比率约在一层上下。 这组景观灯设计者不了解横川半岛的洛山峰及海岩,当初为考虑特殊天后因素,在设计社确实有瑕疵,目前厂商购买许多灯管备品。 待12月保固期满会看后,会将备品交由将公所更换使用,至于更换其他教室和的灯具问题,未来可再进一步研究改善。 车程景观道路斥资12亿5000万元打造,号称全线最豪华道路,由车程海口至瑰山全程五。 6公里通车后问题不断,又遇上墨兰地台风。 105年1月29日由屏东县长潘梦安及地方人士风光宣布通车至今超过一年,一件属人无法整体移交给车城乡公所管理。 跨越四重西和保利西的龟山及福安两座景观桥,号称创造夜间特色的1600余只光雕景观灯管,一直处于损坏维修状态,仅在103年及今年9月至今测试。 1.2.3